小伙刚刚穿越到秦巢 就和项羽并肩作战 结果寡不敌众只能落荒而逃 没想到被人一箭给射穿了 项梁看小川伤势如此严重 就想抛弃这个刚刚救了自己的年轻人 然而项羽表示坚决反对 在她的一再坚持下 项梁便答应给一小川疗伤 不过能不能活过来 那就得看小川的造化了 没多久小川从昏迷中醒来 快快 帮我去叫个救护车好不好 项梁叔侄俩哪里知道什么救护车 不过听了半天总算明白了 小川的意思是赶紧给自己找大夫 那就好办了 我叔父医术十分了得 常年的军中治疗刀剑创伤 颇有心得 有他在的 你就放心吧 你是老军医啊 项梁也不再废话 把刀子在袖子上杠了杠 就准备给小川开刀 这可把小川看得心头一凉 这还老军医呢 不会是个兽医吧 怎么连基本的卫生常识都不知道 我知道你们这条件不好 可你也至少 要把刀放在火上烧红了消毒 然后拿酒精帮我清洗伤口 这样才能够杀死细菌 不至于让伤口感染啊 也罢 要尊重伤者的本人意愿 于是项梁把刀在炭灰上烫了烫 再接着 这消毒酒精果然量大分足 实在快被腾晕的小川 问二人有没有麻醉药 麻醉药项羽虽然没听过 但是他却有让年轻人倒头就睡的办法 还是年轻人讲到底 手术还算成功 原以为小川这伤势 起码得躺个几个月才能下地 然而仅仅过了一夜 当小川再次醒来时 便已经好得七七八八了 毫无疑问 这又是虎形坠子的功劳 看到小川这么快就跟没事人一样 项羽也吃了一惊 不过更惊讶的是易小川 他觉得现在的演员太拼了点 不仅拍戏的时候动真格的 而且平时连装都不写 就连说话也文周周的 还想让项羽给剧组引荐一下 二人正牛头不对马嘴的聊着呢 秦斌却已经打上门了 众人赶忙上马突围 虽然秦斌设置了很多障碍 但被项羽一路披荆斩棘 然而没想到前方有一张大网正等着他们 既然躲无可躲 项羽一众人只能和秦斌拼命 易小川直到现在才终于意识到 这压根就不是在拍戏 眼看着寡不敌众 项羽几人怕是要交代在这儿 实在是不想连累了易小川 于是项羽用力把小川甩飞出包围圈 让他独自逃命去 然而小川却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马蜂窝 毕竟兵力悬殊 项羽最终还是被秦斌给制住 项羽不愿独自逃生 放下兵器束手就擒 就在项羽养田长叹呜呼哀哉时 一个浑身是泥的男人出现了 朝着秦斌就扔出了一枚生物炸弹